金門網路電視台 今天來到了京城 伊莉莎白洗衣場這邊 這是一個新開的洗衣店 然後我們請中國科技大學的助理教授 韋教授來跟我們談一談布京的整理 對民宿有多麼的重要 謝謝理事長 謝謝金門的朋友 我今天真的是站在這個消費者的立場 我們做這個研究 完全完全是希望我們 以我們來講是台灣來的朋友 希望金門也給我們一個衛生 又感覺很安全的一個住宿的環境 那首當其衝這個布京的部分 是我們很在意的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也透過研究 跟這個產業界聯繫上 金門也有這麼一個格局很大 投資上千萬的這樣的一個洗滴工廠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朋友們來參觀 今天在下午的文化區有一場演講 我們會透過時機的探勘完了以後 下午呢我們就在下面做研討 那麼產業界我們學術界 還有呢我代表消費者 都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 謝謝 金門看到更多的文化 我們來看到呢這個皇室的小鐘鐘 拍數當中 我有發現好東西在跟大家說 水頭金水情 為這塊土地而努力 歡迎大家 歡迎收看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建築 然後看到我們的祖先 怎麼讓我們的閩南文化 能夠這樣流傳下來 從底深根 因為我覺得帶小朋友呢 來認識一下我們的環境 然後認識一下我們以前 那個祖先啊他們蓋房子 怎麼蓋房子 然後怎麼讓那個通風設備 金門除了歷史文化古蹟之外 那四百多年的一個歷史的養殖產業 就是十條式的一個養殖 那十條式的養殖 它是一個環境歷史文化永續的一個產業 那早期我們在金門人蛋白質的獲得來源 就是一個牡蠣 就是養殖食客 那這個是世世代代已經幾年來 刀雄嫁過來金門已經三十幾年了 是民國七十二年 那麼都市的地方來到那麼偏遠的地方 我看到的是一些戰爭的古蹟遺跡 那是讓我最感動的 下過來的時候我完全是不能適應 因為晚上就是宵禁 六點以後就不能出入 而入口就是有阿兵哥在 之前有些延伸種的樹 因為土地開發的問題阿 所以因為不認識所以很被惡意的破壞掉 那有些樹可以長到那麼大其實不容易 所以我們應該想個辦法讓一般都認識它 然後它就會知道說 比較有價值的樹應該把它留下來 它是把它移到一個適當的地方 重新種植阿 還是說你本身你要種樹的時候 然後就以延伸種為主 外來的一個旅行者來講的話 我想單車的一個準備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從台灣過來的話 帶著自己單車搭飛機非常不方便 那如果說我們這邊的一個單車的一個租借系統 能夠再更方便一點 對於一個外來的一個旅客來講的話 可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幫助 例如我們單車道的一個規劃 文化之美戰儀術 我們今天高興的訪問到我們金門的副縣長 林德宮林副縣長 來為我們這一次的畫展說這句話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兩岸能夠舉辦這樣的一個華夏 Hopboard這個情言之展 我想這是非常難得 也相當既有意義 尤其是從天津 那麼來到這邊來辦理這樣的一個素畫展 我想意義啊 那是更是特別的 歡迎大家 成為金門縣文化遺產的規劃師 一起加入金門縣文化遺產保存學會 和小寶 你說對不對呀 啊 啊啊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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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也是 啊 尤其是 沒關係 辣子 projects 不白 Mn 我們 還請她 在